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Law Institute数据显示 中国超越新西兰 成为南太平洋地区第二大捐助国 从2011年开始 中国对该地区的捐助和优惠贷款 达13亿美元 超过新西兰12亿美元 澳大利亚投入最多 达66亿美元 中国对外投资的9%投往南太平洋地区 算上支援承诺 这一比例可达三分之一 62国承诺为该地区14国提供援助 其中中国承诺提供价值59亿美元的金融援助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 德米特里·莫夏科夫 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 中国在南太影响力提升一般 会引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警惕 尤其是将该地区 视作保护地的新西兰 莫夏科夫认为 与此同时 中国已经在这一地区有所突破 该国的存在会只增不减 中国正向这一地区稳步推进 计划提升在南太影响力 目前中国只是开始从经济和金融上打入该地区 但这一切入其有关太平洋地区的全球构想 南太应有中国存在 且中国还应是主导力量之一 如今 几乎整个太平洋地区都有中国的存在 例如在众多小型岛国 印度尼西亚更不用说 中国在南太投资 合作做生意 这些在当地人看来都很正常 那里有华侨 显然他们的影响力也会增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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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